香港一般的手信就是曲奇或蝴蝶酥 但是真的傳統小食我覺得應該是香港的風潮蛋卷 老實說香港的傳統蛋卷其實拿回台灣最少都碎了一半 所以我們就希望可以改良到這個比較不好的地方 送給朋友打開一個鐵盤 就會見到很完整和很開心 我們這個特意在台灣訂回來的 不是用傳統圓形那種 因為傳統圓形那種頭尾就容易碎 因應不同的味道用不同的溫度去做 好像抹茶一樣是比較容易焦的 我們用低溫度去做 可以保留原材料的味道和顏色 都會比較吸引 就不需要用添加劑或者做色素 做兩層的 希望鬆化得來又會是紮實 就不會散光了 然後再加一個日式的手法 在中間加了一層特調了的醬 增強蛋卷的味道 因為一般台灣灌餡會比較膩 我們希望可以優化這個情況 所以我們就會在中間塗 因為香港其實都是一個中西文化的地方 所以我們就希望用中式的傳統小食 但可以用西式的食材 中西合璧完全代表到香港這個地方 往年我們都會有一個柚子系列的蛋卷味道 是期間限定的 那麼今年的中秋 我們都會有一個柚子味道的蛋卷 幫客人做一個TOTSTEM 可以幫他們量身訂做TELAMATE 一個他們想要的名字或者工帝 然後我們壓上蛋卷上面 OK